我 这干什么呢这是 妈 来啦 不不不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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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要出院了啊 他 好了吗他这出院 你就放心了吧 你看看 我排好着呢 放心吧 媳妇 好了 你看 你就挺哑厉的 我那包烟你给我带了吗 带哪儿去啊 往哪儿带呀 那包烟差点就要带到粉 你怎么说话的 对不起啊 我这嘴上也没什么把门的 你是不知道我这心里面 知道 我知道 爸 我就知道 我妈呀 她就不想让你出院 最好在一边 住个一年半载的 你这样 就再也不用去 参加什么任务了 闺女啊 你年轻 根本就不理解 等你结了婚你就知道了 人这一辈子 那把心拴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是什么感受 妈 真的可以出院了 那主治医生都写了 今天李子智同志 是可以出院的 要不我一大早 跑来给我爸收拾东西啊 放心啊 我收拾东西啊 秦岳 肺炎 不 小月月得肺炎了 妈 你这干了一辈子 保卫工作的人了 你怎么还不知道 别人这个就诊记录 是保密的吗 这个秦岳呢 她不是那个月月姐 崇标 崇标 这样我还有去查房 你跟我爸先收拾啊 我走了啊 想啥呢 出院了 你现在彻底没事了是吧 好了 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干啥去 没听你闺女刚才说吗 你媳妇 是干了一辈子保卫工作的 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 等我一会儿啊 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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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表姑 你怎么在这儿 我有个朋友 在 在这儿 跟我说实话 表姑 英子 你回来啦 回来啦 咋样啊 你们家子智出院了 出了 这回啊 真是把我给吓一大跳 还好没大碍 也多亏了你们家 秦总跟子智一起呗 要不然啊 这后果 不敢想 不敢想 英子 你这些年过的日子都是提心吊胆的 也真是难为你了 放姐 你说我啊 方姐 你说我啊 年轻的时候 天不怕 地不怕 这越老啊 胆子是越来越小的 原先就想着啊 是非元 英雄 哪想到是非元这个工作 有这么危险 这结了婚过日子 这结了婚过日子 她这每次移除任务啊 就把我的胆给带出去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今天买着豆角还挺嫩的啊 你们家月月好点的吧 我说 把电话过来 说感冒了 不回来了 把有传染给家里 算是多点事了 感冒了 不是肺炎吗 啥 看来是真瞒着你了 是肺炎 现在就在厂医院住人了 这好端端的 咋能得肺炎呢